今天十月的一號 星期六早上七點五十分 五十四分 你現在看的是孔廟的祭孔典禮 孔廟的孔廟的祭孔典禮 你現在看到是孔廟的祭孔典禮畫面 因為記者是六點七點 將近七點才到 他是六點鐘開始到七點 六點鐘到七點鐘 總統沒來 終於得到答案了 我們以為總統會來 每一年總統都有來 那變成今年總統沒來 蔡英文總統沒來 可憲得他是走台獨路線 蔡英文總統是走的是台獨路線 每一年歷任幾十年來 包括陳水扁總統都來這邊上鄉 今年他沒有來 他是派一個代表來 總統代表 總統的代表不知道是派誰來 這是派誰來 是派誰來 藝人總統 關我 林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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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娘 謝謝 好 謝謝 美國 總統代表是內政部長葉俊隆,葉俊隆的內政部長 葉俊隆的內政部長 可見蔡英文是從台獨路線,連孔子他都不來忌孔 他帶來請的是內政部長來忌孔 可見他,所以說以後兩岸的關係會更加緊張更加危險 陸客很可能全面封殺不來,很可能很可能 這可以感覺出來兩岸關係會更加緊張 這證實蔡英文今天總統沒來,證實了很多事情 記者也都非常懷疑他的舉動,台獨的舉行非常的重 環球郵報記者燕國榮在孔廟大螢幕如外長的大螢幕裡面報導